打紅 鄭達鴻 鄭達鴻今天有過一支藍打 出現在七局的下半 我當時的鄭達鴻 兩出局之後二壘到三壘被抓到啦 這個都不應該 因為你很明顯的這種 等於說是投手戰的比賽的話 要得一分要上得點圈都很困難 你最後一個出局數是死在 三壘或是死在班壘都比較可惜啦 因為當時如果鄭達鴻留在二壘 然後讓下一棒的打者林中南繼續打 那搞不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也說不定 很多東西都是自然形成啦 你看上個半局一個試壞球之後的 短打不成之後的二壘安打 又想要短打的時候又不成的時候 反而是形成一支穿越的安打 這個就是棒球 想要點過三打 點不過還怕安打 正打紅的球數是一好球兩塊球場上投球的是貝利 這個球打成一個分離後方的界外飛球了 沒有什麼好球 不是出棒時間太晚 就是 形成 比較容易處理的球 打紅球數要變成兩好球兩塊球 在一臉上有帶跑的沖家寶 還是送給本離後方的觀眾一個禮物了 這個球其實還蠻甜的 講到球啦 其實今年不是有北京奧運嗎 然後 這個 我們八搶三也有搶進去 就 球界人士在講說 那要不要用北京奧運的指定用球 中華職棒的賽季啦 雖然沒有說採用北京奧運要用的球 不過基本上 因為今年 中華聯盟所用的球 這個紅線是有做出啦 已經做得很像 基本上是幾乎一模一樣 跟北京奧運要用的球 這個縫線 整個手感幾乎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就可以了 只要就是那個感覺而已 不過縫線的出戲還是 就是 有差啦 出跟戲是有差的 有變化球 震打紅棒子忍住了 兩好三壞的滿球數 在保送的話就有變數了 要不要先跑 下一棒的打者呢 將是遊擊手林中南 兩好三壞 一壘上有中華寶 12局下半心動牛隊這邊 一壘前旗袍 這個球界外界外 snake 這個 chains 史考特先生 史考特 還好是史考特 畢竟她的判決還是應該有的一個權威 鎮達紅剛在她面前跳腳 這如果本土換這個就去香港議了 很果斷 第一瞬間就做判決 一連上跑者又走了 這個球打成一個遊擊方向的滾地球 遊擊手第一時間沒有辦法處理 那啦那啦在緊張 郭明仁在中間的關頭在緊張 一看到人家已經率先起跑 身體就僵硬了 哇這個樣子的話在十二局下半真的是還有變數喔 有變數有變數 絕對有變數 現在是一出局喔然後 因為貝利也累了啦 因為在後援第三局了 用球是搞不好等於一個